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莫宁顿半岛小产量的10分钟拖拉机精品酒庄 在这个充满格调的双红五行酒庄里 美酒和佳肴是永恒不变的话题 游客可以透过大片的落地窗 享受到难得一见的海湾景色 值得一提的是 英国伦敦邮报将10分钟拖拉机酒庄 评选为澳大利亚最值得去的100家酒庄之一 热情的酒庄庄主Martin Spadding前来带领我们 一起探索这座神秘园 这是Marti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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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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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吃吧 首先Martin带我们参观了酒庄的酿酒厂 机械化的设备 排列整齐的法国橡木桶是我的第一印象 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一颗葡萄从果实到美酒的净化石 本身是有参观的 我们在这里 然后我们要弄一下 我们去弄一下 我们很快的 来吧 我们来看 我们当时我们去弄一下 我们去弄一下 这些是被马铁给淘汰掉了 我们去弄一下 我们去弄一下 我们来到这里 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是被马铁给淘汰掉了 整串的葡萄 非常非常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这些葡萄并不够成熟 去酿出够好的酒 所以这整串的全部都被扔掉了 这东西就用了这些葡萄 我们把葡萄的葡萄 这个就是出口 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葡萄整串的进来 进来之后 出来都是已经是做税好的活力 然后所有的葡萄都在这 就是这个机器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大家看这些 这些这个水泥发酵罐 其实和那个白瓦酒刀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不用睡把握就可以看到一样的 我过不去呀 我现在上去看一下这个发酵的一个过程 他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叫这个 因为他正在发酵 所以说二氧化碳把很多果皮都给带到了这个酒液的表面 所以我们为了萃取更多的颜色和丹宁还有这个香气结构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果皮再用这个东西把它压下去 也是考虑到这个酒庄的风格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看了他用了很多的二氧化蛋进制 很多的这个会用一部分的后棒吃 就为了保存好的果味 所以说他们选择了这个项目粉都是烘烤程度非常非常轻的 叫这个为了去平衡那个果味 之后我们换上正装 来到拖拉机酒庄的顶级餐厅 主厨Stuart Bell在自家的菜园里 种植香草 萝却叶和蔬菜 将这些优质的当地食材进行搭配 烹饪出美味出色的菜肴 那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著名的酒庄的餐厅 这个酒庄叫十分钟拖拉机酒庄 之所以来这个酒庄呢 很大一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家的酒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其实让我来的更大一步的原因 是因为这边的菜真的菜做得很好吃 那我再次点了这个 塞拉是一道扁头鱼 在国内比较少见 长得比较丑 但是那个鱼看起来就是特别鲜鲜的样子 然后我们这道菜里面是用了这个熬的鱼汤 然后上面加了一些那个石螺的酱 嗯 十多七度是叫这个什么小 叫这个石维 石维酱 无所谓 好像我们国内比较少见 无所谓 然后上面是用于这个西米的生蚝 炸了西米的生蚝 呃 经过了所有它的烹饪的方式 还有它味道的一个方向 呃 包括它的一些配菜 考量 我们选择了一 搭配了一款它的这个单一天的小得利 我们先来试一下 好吧 再一边就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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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我們分享不同的思維 跟Burgundy 雖然我們的 wine 是非常重的 在Mornington Peninsula 我們有很同的思維 我們有不同的思維 我們在Burgundy 我們是很近的思維 我們是很近的思維 我認為這是什麼 我們在這個十分鐘酒量 是有四支酒 拿到了97分 當然啦 這個評分不能作為 我們品酒的一個唯一的標準 酒的好與壞 都是放在那裡的 只有你自己親自喝了 你才有這個發言權 我相信十分鐘酒莊的這個酒 你茶完了之後 你會像我一樣的Ossian 去拿